哈喽大家好,我是王安琪 今天要用硅甲腕甘甜酱油 来为大家示范这一道牛肉番茄冬粉汤 很多人都觉得吃宵夜会是一种负担 但是其实选对了调味料再加上食材的选择 吃宵夜也可以变得很健康很轻松 需要的食材有牛肉、冬粉、番茄、生菜 还有少许的油以及少许的米酒 最后当然还要我们的硅甲腕甘甜酱油 我们现在先准备两锅水把它煮开 接着我们要腌拌我们的牛肉 首先加入少许的油 少许的米酒 接着要加入我们的硅甲腕甘甜酱油 因为硅甲腕甘甜酱油在甜味的表现上比较明显 所以这个时候把它腌拌在牛肉里面 可以增加牛肉的鲜甜滋味 现在我把番茄放入锅中煮到它的皮脱落 我们再把皮取出来就可以了 小番茄只要煮到皮脱落了 我们就把它的皮活掉 把牛肉放入汆烫 汆烫一下子以后我们就起锅 不要把牛肉烫得太老 好 接着我们来过滤牛肉 因为我们牛肉在汆烫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血水跑出来 我们为了不要让它影响口感 所以我们最好经过过滤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切洗干净的蔬菜 蔬菜我们就切成适量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要来放冬粉 把冬粉放入我们准备好的番茄高汤里面 把它煮软 接着就要用我们的硅甲腕甘甜酱油来调味了 最后我们放入青菜 还有牛肉 就完成了这一道番茄牛肉冬粉汤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牛肉番茄冬粉汤 这是我用了硅甲腕甘甜酱油来调制汤头 还有营养价值高的牛肉片 再搭配新鲜的蔬菜还有番茄 非常快速简单的就完成这一道没有负担的宵夜哦 就算临时肚子饿想吃一碗也很容易做 大家不妨自己试做看看 更多无负担宵夜食谱 请参考硅甲腕官方网站 请参考硅甲腕官方网站 请不用了 请参考咱撒 请参考